好 这一章我们开始学习摄像机的标定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摄像机标定 摄像机标定其实就是求解摄像机的内外参数 因为我们前面说过 摄像机的内外参数描述了三维世界到二维世界的像素世界的映射关系 所以对于我们三维重建任务而言 这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摄像机估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前面我们讲到一个世界坐标细下的点 通过一个摄像机的投影矩阵 然后就会投影成了什么像素坐标细下的点 这里面的这个投影矩阵又可以写成KR乘以T的形式 这里面的K就是内参数RT就是外参数 所以我们摄像机标定的目标就是求解M 进而求解出K和RT来 这就是摄像机标定的目标 那么接下来的我们所有的符号要更换一下把世界坐标系就直接去掉把这个W去掉 因为我们已经确定的是在讨论四个坐标系 然后那个像素坐标呢用小P来表示就不再用PP来表示了 这里说一下 在进行标定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设计一个标定装置 这个标定装置呢三个面是垂直的 然后我们在他这个三个面的交界地方建立世界坐标系 然后标定装置上画了很多的等间隔的小格子 这个每个格子的实际的尺寸我们是知道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个标定装置所在的这个世界坐标系中 各个点的真实位置 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知道什么 他对应到图像上的这些对应的像素点 这个很简单 我们可以通过手工的方法看到用肉眼看 然后去点出来嘛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世界坐标系中的一些点 然后也可以得到他在图像中的对应点的位置 那么我们最终的目标就通过这个来求解计算机 计算这个摄像机的类块参数 这就是摄像机标定问题 然后我们前面学过这个关系 摄像机的U座标实际上是等于这个M1P出于M3P的 它的V座标是什么 而M2P出于M3P M呢就是我们要求的这个投影矩阵 这是我们前面学过的 那么我们现在想问一下 这个投影矩阵有多少个位置量呢 首先它是一个什么 3乘4的矩阵吧 它有多少个位置量呢 有11个位置量 为什么 有摄像机的5个内参数 旋转三个参数 P1三个参数 总共加起来有11个位置量 然后呢 求解这个投影机矩阵 也就是求解这11个变运量 我们需要多少对对应点呢 我们来看看一对点 一个U UV和一个P 能给我们几个方程呢 这是一个方程吧 这是两个方程吧 所以一对点可以给我们两个方程 那我们最后要求解多少的点呢 我们要求解11个变量 一对点给我们两个方程 所以我们需要几对点 需要6对点 才能去求解这个投影矩阵 但是在实际的使用中呢 我们通常会使用多于6个点 这样我们能获得更加鲁棒的 这个标定结果 讲到这个以后 我们就开始具体的计算了 就要具体的通过UI和这个PI来进行计算了 我们把这个表达式分别写 还写成下面两个表达式这种形式 然后把这个东西乘过来 然后等于这样的形式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拿过来 就会写成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这样给我一个点 我就可以写出这样两个等于0的表达式了 假设给了我N对点 我就可以写出这样的 一个方程组了 最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UP是已知的 这种P1P2P3P4 这些三维点在那个标定装置上都是已知的 它的对应的像素左标 我们也是已知的 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求解什么 M1 M2 M3 这个投影矩阵 好 这个事情怎么求呢 首先我们把它写成这样的形式 写出定一个这样的P 这个P每一行 你看P是这样的 然后这边呢 也是U1P它的转质 M呢是什么样的 定义成一个列向量 是12乘以列向量 我们把M的一行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 M1是一个什么 一行四列的 我们把它转质一下 就四行一列 M2也四行一列 M3也四行一列 穿在一起就是什么 12行一列的这个向量 P就这样一个向量 最后我们这个表达式就可以 这个表达式最终 把这个带进去 把这个带进去 就可以写出 M等于0的形式 我们随便来看一看 对不对啊 P1乘以M1的转质 0乘以这个没有了 加上U1乘以P1的转质 乘以M3的转质等于0 是不是这个表达式的转质啊 所以这两个东西 P乘以M 就是这个表达式 那么在这个P里面呢 这个表达式里面的P矩阵呢 所有的元素 PU都是已知的 所以对我们来说 P矩阵是一个已知的 M是我们要求解的一个 位置向量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棋子线因方程组的解的问题 在我们这个任务里面 我们就是要求解 PM等于0的时候的那个M P是一个已知的矩阵 然后假设P的行数是M 它的列数是N 通常在我们这个任务里面 它的行数M等于什么 也就是这个 棋子方程组里方程的数 是什么 是你选择点的数的两倍 因为一对点 贡献两个方程嘛 所以它的行数是2N 列数呢 在我们这个任务里面 M矩阵有几个位置量呢 有11个位置量 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求解的 这个就是11 当M和N相等的时候啊 一般我们说 这是一个线性方程组 除了0以外 它还有唯一解 但是在我们这个任务里面呢 我们通常M大于N 因为我们一般会用于 不少于6对点 那么一对点共有两个方程 6对点就有12个方程 很显然它大于我们 未知参数的个数 11个 这个时候呢 当0总是方程的一个解 就是M全是0的话 总是一个方程的解 但是除了0以外 就不存在什么 非0解了 很显然我们要的不是0解 我们肯定要的是非0解啊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无法直接求解 那么我们只能转而求什么 求非0解 让这个表达是最小时候的 那个非0解 就是我们要的解 对吧 当然大家看一看 让这个表达是达到最小时候的 那个M 我们这里面 如果不加约数的话 这个M可以无限小下去 而我们M又不等于0 所以这个表达是 会没有最小解 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对M做一个约数 所以真是我们在最小化这个问题的时候 一般我们会加上一个约数是吗 让M的模等于1 这个时候求得的 让这个表达是达到最小的那个解 就是我们要的解 这就是其次方程组的 现行方程组的求解问题 那么具体到我们这个任务里呢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最小化这个PM 这个的模 这个模越小 他们就越接近于0嘛 然后呢 我们要对M进行约数 M的模等于1 这个问题的解法是什么呢 我直接给出解了 实际上就是对P矩阵进行什么 其一值分解 然后M就是什么呢 M就是P矩阵最小其一值的 右其一向量 当然M的模我们什么说过 它是什么 等于1的 得到了这个向量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转成什么 这种矩阵的形式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 投影矩阵M 所以整个求解M的过程很简单 只要我们把这个矩阵P 给写出来就行了 P里面只有什么 二维点和三维点之间的那些坐标关系 所以我们把它写出来 我们就可以进行其一值分解 其一值分解完了以后 拿最小的其一值对应的右其一向量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投影矩阵M 前面我们讲了M矩阵的求解方法 求解出来了M以后呢 我们就能把世界点和什么 像素点建立对应关系 但是我们知道M是摄像机内参数和外参数 共同乘积的结果 我们更想提取出摄像机的内外参数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通过M来推导摄像机的内外参数 好 我们前面学过这个PPI等于M乘以PW M又等于这个 我们知道K是等于这样的一个矩阵的 内参数矩阵 R也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 T也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 R是一个什么 三乘三的 T是一个三乘一的 对吧 K是一个三乘三的 我们把这个东西都带进去 就会等到M把这个东西带进去 然后就会算出M M等于什么 等于这么长一个表达 M是一个三乘四的矩阵 这一块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三乘三的矩阵 这一块呢 是一个三乘一的向量 好 有了这个结果了以后呢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推导过程 我们知道我们真实求解的M啊 实际上离真实的M之间或者离真实的摄像机参数之间会有一个相差一个系数 这个我们是没法确定的 在旗次坐牌系下我们是没法确定这个系数 所以我们总会有一个R这个系数存在 所以要让这个AB跟这个我们KRT求解 相等的时候 我们要给这个求解到的头领句 这样乘上一个R的系数 好 乘完了以后呢 我们来紧接的先看这一部分 R和KR 这两个应该是相等的 对吧 R和A是一个三乘三的 KR也是一个三乘三的 那最后写出来RhoA就等于RhoA1A2A3 A1的这个转质就是A的列向量的一个表示形式嘛 然后最后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是KR KR我们把它这个已知的这个东西都带进去 就是把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都带进去 就会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好 我们就会得到了这样一个表达式 通过这个表达式 我们会建立什么关系啊 A这个矩阵和KR之间的关系 K是摄像机内存储 R是摄像机的外散速旋转 旋转矩阵 好 接下来我们就以这个为基础来推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Rho R乘以A3 是不是等于R23呢 这个要相等对吧 然后Rho是一个时速 所以我们可以对这个RhoA3取模 让它等于R23的模 显然R23是一个什么 它是个旋转矩阵的一个向量 所以它是单位 它是一个单位向量 所以最后我们就会得到Rho的模 乘以A3的模等于1 对吧 那么Rho就可能等于A3的正负1 这个没问题 对吧 然后我们来求解一下这个U0和V0 我们看一看RhoA3乘以RhoA1 RhoA3乘以点成RhoA1 是不是就等于这个向量 点成这个向量 这两个向量点成 由于R23和R1是垂直的 R23和R2是垂直的 所以这两个点成和这个点成都没了 剩下的就是什么 R23乘以这个东西 而这个R23乘以这个R23 两个一点成呢 就是单位矩阵了 所以就剩下一个U0了 所以我们会得出U0等于RhoA1乘以A3 同理呢 我们也可以得到这个 这个跟这个点成 这个是0 抹掉了 这个跟这个点成 这两抹掉了 只剩一个B0 所以B0就会等于RhoA2 这样我们就求出了摄像机内参数的什么 平一量 接下来我们来求解摄像机内参数的这个角度 我们知道A1乘A3 A1乘A3是这个RhoA1乘A3是这边的这个 等于这个乘这个乘这个乘这个向量 这两个向量插成之间 我们来看一看 R23跟R1插成 实际上是得到一个垂直于他们的向量 也就是R2 R2肯定是垂直于R1插成L23的 所以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 R2乘以A 这边呢 这个跟这个向量呢 R2和R23插成就会得到R21 这个时速就不变 就会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同理呢 我们可以把A2插成A3 就RhoA2插成RhoA3 最后我们会得到这个插成这个 这个插成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跟它自身插成就没了 所以就剩下一个什么 这两个一插成就剩下R1了 然后这个照抄过来 你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通过这个结果呢 我们两边都取摸 我们还可以低推出这样的一个点 这个低推过程并不是那么直接 我把它留作一个作业 大家回去可以做一下 去推导一下这个过程 好有了这个结果了 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θ表示出来 我们用A1插成A3就这个 然后点成A2插成A3 这两个东西点成 是不是就这两个点成啊 这两个点成这一项又敲掉了 这一项就剩下了 这中间的θ和αβ相关的这些事情 然后最后我们整理整理 就会把这个设计表达器整理出来以后 不过上面就可以推到下面的表达器 那么Posinθ实际上就等于什么 负的A1插成A3点成A2插成A3 再出于它们的膜 这样我们就求得了第三个摄像机参数 这里面我们要顺便说一下 如果这个A1插成A3点成A2插成A3等于0 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θ是90度 也就是说这两个像素坐标系是垂直的 这个像素至少是一个长方形的 这和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结论 凝取一些透视投影矩阵的要求 是不是一致的 就这样的 A1插成A3点成A2插成A3等于0 就表示我的像素是一个长方形的 不会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好球结完了这个前面两个参数以后 我们现在开始求最后两个参数 就摄像机类参数的最后两个参数 α和β 这个式子求αβ其实很容易求 就把这个θ乘过来 这个θ乘过来 αβ都就知道了 ρ我们已经求过来 A1插成A3我们已经刚才已经知道了 A2插成A3我们也能算到 因为这个A这个矩阵 是我们通过前面的那个方法估计出来的 六点法估计出来 然后我们这里面因为αβ都是大于0的 ρ肯定大于0 A1插成A3的这个膜肯定也是大于0 sinθ呢 θ是0到90度范围内 所以也会是大于0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正负号的问题 这就我们得到了摄像机的内参数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五个摄像机参数 对吧 这里面需要说一下 如果α等于β是什么情况 就证明这个像素是一个方形的像素吧 首先在坐标值垂直的情况下 如果α等于β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方形的像素 α要等于β就是什么 A1插成A3的膜 要等于A2插成A3的膜 对吧 现在我看一看跟前面得到结论是否一致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结果 当A1插成A3 点成A2插成A3对于0的时候 表示这个什么 摄像机是凝取一些的 也就是像素的那个坐标轴是垂直的 然后A1插成A3 点成A1插成A3什么意思 就A1插成A3的膜的平方 等于什么 后面这个就是A2插成A3膜的平方 在我们上一个PPT里面已经正无名了 只要这个东西相等 那么α和β就相等 这个时候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什么 方形的像素 对吧 这也证明了我们前面给出来的这个定理 好 类参数求完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来求解外参数 外参数求解也比较简单 实际上我们知道 刚才看这个结果 如果我们把这个 这个里面的R1 跟这个有关 这个是实数 这个是实数 R1是一个向量 对吧 是一个单位向量 所以跟这些实数没有关系 我们只要方向只跟这个向量有关系 这是一个向量 所以R1就可以直接写成这个向量 处理它的膜 对吧 然后R23呢 可以通过它跟它的关系 求解出来R23 那么求解R1 R23 R2也好求 R2不就是R23 插成R1吗 这样我们也可以求出三个旋转的 剩下的就是什么 一个平移了 平移怎么求啊 我们刚才只是用了RhoA 去求解这个旋转矩阵 和色氧机内参数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用RhoB等于什么 KT 来求解这个什么 T了 对吧 然后把这个式子表达一下 整理一下 是不是就这个东西 把K逆移成过去 是这样一个结果吧 这里面的K 我们刚才已经求过了 B 我们也知道 这是那个同一矩阵的 Rho刚才也求出来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T求出来 这样 我们就完成了摄像机的标定 写到这个地方 我们写一下这个整个的T过程 就是我们首先要去计算 摄像机的什么 投影矩阵M 通过六点法 我们可以计算出投影矩阵M 有了M以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M 把它写成AB的形式了以后呢 直接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 有了类参数 同时也可以写出外参数 这就是摄像机估计的整个过程 最后还想再讲一下 就是我们用于求解摄像机的这些六对点 就求解这个投影矩阵的M的这个六对点 不能来自于同一个平面 如果来自于同一个平面 我们是求不到真实结的 这是一种退化的情况 所以我们选点的时候 一定不要让六个点来自于同一个平面 好 关于摄像机标定的问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